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4.2.1这个小节 这个小节要讲的是自然坐标中的渦度 右边这里有一张图 这是气象局的数字天气预报模拟出来的图 上面这个蓝色的箭头 这是850毫巴的气流线 那色阶就是红色橘色黄色这个部分 这是相对渦度 这是850毫巴的相对渦度 那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譬如说这里有一个气旋式的环牛在这里 那你算出来的相对渦度就是正的值 就是我们前面有定义过的 逆时正转的这个是正的值 那如果你看到颜色比较红的 就是渦度比较大的地方 就表示它的其实旋转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我放这张图上来的目的是要 让大家比较能够想象课本上面的这个示意图 课本上面画的这个左边的这个图 它是气流在转弯的时候 所以这个黑色的箭头就相当于我们右边这张图的气流线 那它在某些地方会转弯 那你会发现说内圈的空气会走比较短的距离 那外圈的空气它就会走比较长的距离 它是这样转弯的 你可以想象就是譬如说是在这边 气流在转弯的地方 那我们可以去算每一个网格 或是每一个你可以自己去圈一个范围 然后去算它的环流 然后当你圈的这个面积够小的时候 你再算的那个东西就会变成是相随弱度了 所以你每一个网格点理论上都可以去算相随弱度 算好之后就是画等值线 那就会是右边的这个相随弱度的这种图了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课本的这个自然坐标中的弱度 那我们沿着气流线在走的时候 选用的坐标呢 如果你选自然坐标会让运动方程变得比较简单 所以自然坐标就是前进的方向一定是切线方向 那速度一定是正的值 然后n的话会指向你的左手边 就是你想想你是个器官 你在沿着这个箭头走 那你的左手边就是这个n的方向 我现在先把辅助线画一下 就是这个虚线 我们让它延伸出去 然后这一段也延伸出去 会有个焦点 这个就是这一小段路径的旋转中心 然后这一段就是它的曲率半径 所以这个是从这个点一直延伸到气流线的这边 这是rs 这是曲率半径 那如果你要延伸到更外面一点的地方 它距离半径单就是会大稍微一点 Δs在这里 内圈的Δs在这边 那外圈的距离呢是这个Δs 再加上一小段就是这一小段 所以这是底Δs 多了一点点 那这个内圈的Δs呢 这个关系就是像这边写的你把那个夹角乘以距离半径 就是这段小小的虎线的距离 还有这个关系在这里 我们就先把它放在这里 这边两条气流线之间的距离呢是Δn 然后我们来看外圈多的这一小段距离 现在这边有画一个虚线 这也是一个辅助线 所以这一段的夹角就跟上面这个大的这个三角形的夹角是一样 都是Δβ 那这段距离是Δn 那所以这一小段弧线的距离就是Δβ 乘以Δn 速度长的话 我们假设V外圈的这个切线的风数是V 那一圈的话就是要加上一个小小的component在这里 partial V除以partial n是它的风数变化的梯度 然后距离是Δn 所以把它乘上去就是你会 风数会变化这一小部分的量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红色箭头这样框起来 这一小块面积的环流的改变 所以这个Δc 那跟前面那张投影片一样 我们就是把四个边的风数还有距离乘起来 然后就四段分别的做好 然后把它加起来这样子 那我们先看最下面这一段 最下面这段的风数是V 那它走的距离就是Δs 再加上这个DΔs这一小段 所以是中括号里面的这一个部分 接下来是垂直于气流线的这两段 那这两段的速度会一样 但是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它们基本上就抵消了 你就可以不用写了 那所以你只要再加内圈的这一小段进来 那内圈的距离是Δs在这里 那它的速度就是这个部分 所以就是括号里面的这一个部分 那因为它们方向相反 所以你加起来的时候 记得前面这里其实是一个负号 那接下来就是把它整理一下 这中间整理的步骤 你们自己想办法推导一下把它补上去 整理过以后会变成是 partial v 除以partial n 在这边 然后加上这是负号的 然后再加上vΔβ除以Δs这样子 中括号外面会有Δn乘以Δs 那Δn乘以Δs 其实就是这个面积 大致上是近似于红色箭头圈起来的这个面积 Δβ除以Δs 在这边你看Δβ除以Δs 就是区率半径RS分之1 所以这一项第二部分这一项 你又可以把它改写成是v除以RS 就是这个区率半径 好那我们现在就有环流在等号左边 那等号右边这里Δn乘以Δs 是这个环流圈起来的面积 近似于它的面积 那我们把这个移到等号左边 然后去极限的时候Δc除以Δn 除以Δs 然后把它这个面积去极限的时候 让它去近于0的时候 这个就是涡度了 是这边的涡度 那这个涡度是什么呢 就是中括号里面这一部分 所以是-V除以V除以V除以Rs 所以这是在自然坐标中涡度的数学形式 那我们用自然坐标的涡度的形式 来介绍一些观念 它的第一项 这个它代表的意思就是你在 现在你有你下面这个A的这个系统 好了 现在你有一些空气水平的在流动 那它有一些水平的封切 所以中间流的比较快 然后旁边递减这样子 所以在自然坐标中你往东边走 那你的左手边这里就是N的方向 所以你在N的方向上是有封切的 那所以你的Partial V除以Partial N呢 就是指的是这种水平封切产生的涡度 这边有画两个扇叶 所以当你有这种气流或是水流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说这个轮子就会逆时针转 就反中向转 涡度就会是正的 然后下面这个轮子就会顺时中方向转 所以它的涡度算起来会是负的 那所以这种水平封切产生的涡度 我们就叫它封切涡度Cure Vorticity 或是另外一个翻译是叫切变涡度 所以这个像物理移植是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涡度 第二像指的是Curvature Vorticity 叫区率涡度 那它指的就是气流在转弯的时候 产生的Vorticity 产生的涡度这样子 像以这个图来讲的话它是往右转 往右转就是顺时针方向转 所以这个区率半径的值其实会是负的值 这边区率半径它虽然是有半径 但是它会有正负号 它正负号代表的是转弯的方向 像这种顺时针方向转 它就是负的值 那如果是逆时针方向转过去的气流的话 它的区率半径会是正的值 那所以V是永远都是正的 在自然坐标里面就是正的 那RS现在向右转的话 它这个会是负的值 原本在直线运动的时候 你的气流在空间上是没有风速的变化的 都是一样大 那这个时候相对涡度是0 但是当你气流转弯的时候 里面会跑比较快 外面会跑比较慢 那这个时候你的气流就会产生风切 这里就有水平方向上的风切了 那这个风切呢 就会去改变前面这一个项 你可以去算说 因为你这里有水平方向上的风切 所以你这边其实会产生风切窝度在这里 所以实际上它们两项会互相抵消 那如果你一开始是相对窝度是0的话 你转弯之后相对窝度还是0 谢谢大家 谢谢你 谢谢 感谢观看